这个地方 切换物料 锁盖 压盖 选择 所需要的长度调整 这边 把它拧到适合的长度 这边 刚好跟这个平起 就可以了 好 下一个 下一个更换的料仓 料仓 你要拆底下两个螺丝 看不太清楚 先指一下哪一个 这个 这个螺丝 跟这个螺丝 两个螺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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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料仓呢 更换料仓 如果你们会冒费喝着的话,我会冒帅一下 我会冒险 冒险 我会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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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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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爪子放在哪里 等一下要更换这个爪子 这个完成了 就这样 第三个 第三个 钢框 好了没有 第三个 钢框抓了爪子 插一下两个螺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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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这个是根据上面产品不一样的高度所要调整的高度就调这里把它拧上或者拧下 要看底下 要看底下 要调整到它所需要的高度 根据产品不一样的高度来调整 好 完成完以后上面锁紧 完成完以后上面锁紧